宋朝 宋朝超级有钱 我记得好像 宰相一个月得 三百万冠吧 不要折层人民币 也得五六十万块钱 明朝 明朝的官都穷死了 明代出了好多 为什么整肃贪官呢 估计是不是跟他的薪水平相对比较低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宋朝没贪官 因为大家都不贪 因为大家都很有钱 政府给的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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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多 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历史 其实很有趣 今天是我和康老师 来聊一聊古代工资那些事 台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恐怕对这个问题 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关于工资那些事 但是说到这个事 我们又不能单谈工资 是吧 所以我们还得拿出具体的 朝代的具体的某一个人作为我们的例子来分析古代的工资 还有和工资还有和工资有关的那些上 那我们写两个人物 没问题 这两个人物要求是不同的朝代 没问题 好 那咱们就开始写 李白这个人物 李白这个人物 大家其实都非常熟悉 唐代的大师 可是李白其实严格来讲就没有做过官 他不属于在这个挣工资的这个系列里头 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 他很特殊很特别 他的朋友都是官 对 而且呢 关键是他不挣工资 但是呢 他花那些挣工资的人挣的工资 所以我是觉得研究这个探讨一下李白的这个收入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么李白呢 我们怎么来进入他的经济生活呢 他原来讲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 他从老家出发 四川老家出发 要去扬州 他到了扬州之后呢 一年散金三十余万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姐姐继落魄公子 也就是说他这三十万还没花在自己身上 他比方说碰见像杰老师这样的哥们 他觉得 最近他缺钱花 给你钱 一万块钱你花吧 是不是 然后他碰到另外一个 说好了 你当然得给我 没问题 那个越南盾 然后 他在另外一地儿 看这个读书人 哎呦 穷的 考不上科举 是吧 这困顿在酒店里头 困顿在旅馆里头 给你两千块钱 就这么一年花了三十多万 但是他这三十万就是我们说的 铜钱 一文一文的铜钱 那么这三十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最近一段时间啊 我一直努力的 钻研学问 这各方面都做得很严谨 所以呢 我不能够随随随随随的开口 因为在经济问题上 现在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你知道吧 你不弄清楚 我给大家念一下 好吧 就这个 首先李白家里是有钱的 我没说李白自己有钱 李白的家里肯定是有钱的 是非常有钱 对 他从四川出发的时候 肯定是腰包满满的 是吧 当时才25岁嘛 对不对 也就是现在研究生刚毕业的这个年龄 没什么积蓄 他就上了路 那么唐朝人 上了路 这都什么词啊 这个唐朝人使用的货币叫开源通宝 是吧 那么唐朝的规定呢 十枚开源通宝 中一两 大家记住啊 中一两 一枚就是一钱 后来各个朝代的铸造钱笔 都是依照开源通宝的标准 你注意啊 开源通宝的这个钱 是具有钱之典范的作用 就跟大唐的律令一样 大唐法典 它是中华法典的很重要的一个榜样 这个杰老师他这搞历史 他很清楚 那么钱这个重量单位 就是用到现在 这就是从唐朝那时候开始 那么开源通宝当中呢 80%是铜 剩下20%是铅和锡 那我们现在算算 30万钱在开源年间 有多大的购买能力 大家注意啊 这就是重点部分 就教材里头 这很重要的啊 唐玄宗开源天宝年间 一斗粮食的价格 平均是20到30钱 一匹捐驳的平均价格 是400到500钱 一斤猪肉的平均价格 大地是600钱 一斗盐的平均价格 大地是10钱 一斗普通的酒 千万别听李白说 一尊清酒 斗10钱 没那事 一斗普通酒的价格 大概是10钱 一斗上好的美酒 也就是30到40钱 是吧 但是再贵 也不可能上万钱 啊 与此外呢 我再告诉大家 几个惊人的数字啊 一匹马的价钱 三毛写过一篇散文 送你一匹马 没错吧 那送你一匹马 三毛二送你一匹唐朝的马 相当于送你多少钱呢 相当于送你几千块到几万块不等 这个因为马跟马不一样啊 还有拍的更清楚一点啊 一个奴婢卖多少钱 四万万 那么 在当时 有了这个购买能力 大家就有个概念 就是李白这30万 如果他要买马的话 买八个奴隶 对 他也能 他都能买好好几个奴隶 要买女的漂亮的 也就买五个 但是说实在的 他要买猪肉 他可以买好多 他可以要买这个捐薄 做衣裳 买粮食 买盐 都是敞开了买 买酒更敞开了买 30万呢 对不对 而且他是送别人送了30万 所以我觉得呀 李白在当时 真是腰缠万贯 豪侠 是吧 当然了 我们应该折回头来说 大家说那你这是特例啊 他爸爸给他的钱 是不是 而且他说 他就花完了 很快他就窘迫了 那李白还有一些经济来源 接受别人的馈赠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再一个 李白写诗呢 也能来钱 你比方李白第一次进完 第二次进长安 40多岁 出了长安以后 虽然唐贤宗对他不特很满意 刺金 还山 这刺金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是黄金 不是刺的这铜子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黄金在唐宋两城还不是通行的货币 对 只在宫里头流行 宫里头什么呢 唐贤宗 让这些宦官宫你们都扮成买卖人 他呢 扮成一个顾客 然后在宫里头就玩 是吧 你卖我两本说 你卖完两本老记的说 你卖我两本康老师的说 我给你付金饼 那是玩的 那在市场上是不流通的 而且呢 到了什么千秋节 千岁节的时候 他赏给大什么钱 但那钱是不流通的 但是给李白是赐金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 李白躲在庐山上 坐壁上官 这时候呢 有王李林就划着船就来了 这发一请柬说 来吧 做客座吧 李白脑子一热 就上了 客座叫上 就贼船 当时韦子春上山请他的时候 给他五百金 那也是 黄金 那肯定是黄金的 李林的是王子的 对不对 肯定不能给他五百 你想你给他五百文钱 这算怎么回事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这么说吧 李白不曾挣过工资 但是呢 由于李白自己的家境 也因为李白在唐代的 非常卓越的声明 他的诗又写得很好 所以通过朋友的馈赠 贵族的馈赠 王室的馈赠 以及 娶媳妇 媳妇家的馈赠 对 他没钱 但他通过可以婚姻来改变自己的财政状况 对不对 他在安徽这个安路的时候 湖北安路的时候 他起的第一任妻子 那杰老师刚刚说的很对 那老婆是前任的宰相 这个徐 徐医师的 徐医师的孙女 孙女 是吧 又有人脉又有财脉 第二任妻子呢 是 宗楚克 宗楚克的孙女 是吧 哪更厉害 那因为结婚的时候 李白当时都五十多岁了 都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 而且是奸臣 对 当然这个他 不管是不是奸臣 这跟他没关系 但是他有他的 他有卖啊 是吧 他有各种财卖 所以这个 如果连李白 一个不挣工资的人 都可以这样很好的养活自己 那么像韩玉 像白居易这些 做官做的比较大 都已经到了部级领导干部的话 省部级吗 省部级啊 那当时钱是很多的 这就说明唐代的经济生活 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富属的 相对而言 比宋朝还是差了很多地 也就是比 也就是比那个 比汉朝要强一点点 嗯 是吧 接着说吧 你就 好 就知道你想说 那个 他说了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富裕的王朝 我说一下中国历史上最穷的王朝 这个明朝 其实明朝呢 本身并不穷 但是由于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呢 从小受过苦 全村一开春就断凉了 男女老少 天天饿得眼睛发绿呀 那时候咱就觉得 做皇帝多好啊 能天天吃上大饼 面膜 撑得肚皮溜圆 他这个江山夺德呀 不容易 他要解决两大矛盾 一个要解决民族矛盾 这就 这就不是打土豪分天地的问题了 这就是驱逐打鲁 恢复中华了 这口号我们都知道 孙中山抄的 抄的是朱元璋的口号 那么第二个呢 他就要同时还要解决的就是 这个 摁戈尔系数 这个贫富风化差距问题 所以在朱元璋时期呢 就定下来了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低薪养链 这个 低薪还能养露莲 真厉害 这很厉害 哎呀我的妈 所以这就有了我们今天讲的海瑞 号青天 人送外号海青天 海青天呀 所在的这个唐朝 所在 都都把我切坏了 所在的这个明朝啊 这朱元璋定下这个政策非常可怕 一个省部级官员 一品官员 工资是多少呢 一千担粮食 哦 实际上粮食 年薪 然后一年的年薪 是这个三百 三百罐 就是三百三千三万 三十万 三十万个桶子 就这么多 但是给你钱的时候 不是这么给 不一次给完 不是 不是说不一次给完的问题 是折 给你怎么折呢 啊我们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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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啊 是一百文一斤 你这不是发你多少文吗 给你折成钱 哎 有的说那这也不错呀 错了 给你折钱以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它定的规矩不一样 另外呢 它给你的又不是铜钱 这个中国呀 这个北宋就出现了胶子 他给你的是那个印刷体的这个美元 不是美元 也就是金巴不韦 不是越南盾 金巴不韦币 哎 就是给你折成那个以后 这都是掠夺官员的钱的吗 然后你再买的时候 你再 你拿那个真的是钱呢 你拿那纸钱去商场上买东西 你就会发现 买不了多少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 就是明朝的官员 如果靠正常的工资 那肯定都是青天 所以这就是一个青天的大致的这个水准 当他死的时候 说家里头就 说就十几个子 十几个十几块银元 十几块银元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但是呢 买棺材办事嘛 差点劲 知不起 真知不起 他是不给这帮人发工资 就是不发那么多钱哈 那钱都在国库里 那是后来干嘛给 那钱就存着 存着 特别的可怕 然后钱国库里头 那是相当相当有钱 你说本来就不给大家钱吧 哎 干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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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都化圆 捐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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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我我不太认为认可说高薪能养脸 但是如此低薪 让那个官员完全没有 亿然养不起脸 他连自己都养不起 明朝的官员靠靠靠正规政府的工资 生活 可以说没戏都得破产 所以明朝的官员客观的说那是凭着良心才干活 明朝你说要不完蛋吧 都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对 这个国家的破产是从个人的破产开始的 对对对 而且他从一开始就在破产中 他每个人都在赤字运行 而且过过那么多钱不花 是 每个人都在赤字运行 一到路上 他们见了面不会问说 哎 你吃饭了吗 而是说 您赤字了吗 那个我说我正在赤字呢 他说 太可怕了 我这个是一个 你讲的是一个相对富裕的 我讲的是一个相对贫穷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历史其实很有趣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现场嘉宾 参与我们的讨论 行 再来呢 刚才几个小时跟我们上了一堂 非常生动的廉政的课 廉政的课 我听以后非常感动 很受教 我下面要讲的这个 我今天选这两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是没挣工资 还能花钱的 这说明这个国家对于人才的保障机制 还是很到位的 接下来讲的第二个人是 有的是钱 不花 就是这么连 就是这么减 就是这么勤 你说怎么办吗 英雄啊 是谁呢 咱们老大 王安石 王安石我还得念 因为我跟你说吧 我数学特别好 我那个 那是采访你说 我就听说你说 数学特别好 我跟你说吧 就真的 我为了准备这个 我做了大量的资料的工作 按照工作 我真的很不容易 你知道吗 你看我这摆的 我以前从来不会这样 对 我又慢慢变得严谨起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 咱们今天开个会 好吧 这个商量一下 在宋代社会 一辆银子多少钱 这和人民币 对吧 非常非常可怕 宋朝比唐朝那个钱之前 据有关史料记载 宋代的宰相的奉务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工资 国博工资 就是你钱的那个几百几百的那个 官职 拆钱 对 加补贴 餐费补贴 着装补贴 粮食补贴 每个月工资大概三百贯 三百贯是什么呢 就是三十万文 就是三十万个铜子 一个月月薪 对 餐贵补贴 每个月大利亚 五万文 那 五万文 三百零五万 着装补贴 每年一百匹零螺绸缎 一百两的棉 这是啥概念呢 宋神宗西宁期间 一匹零螺绸缎 大约值一千七百多文 一两年大约值八十文钱 这样折算下来 每年着装补贴 十八万 一个月一万五 还有每个月一百弹米面的粮食补贴 宋代一弹米 如果按六百文算 我刚才不是说了六百文吗 一百弹米大约值六万文 所有这四部分工资 餐位补贴 着装补贴 粮食补贴 加在一起一共 五十余万文 那是多少个人民币呢 我们算简单一点吧 别说那么复杂了 按文物市场来计算 卖个便宜货 宋代的如果一枚铜子 在文物市场 咱算少点两毛钱 两毛钱人民币 便宜卖的 批发件 好吧 肯定不止这个 我给你钱 你给我买一万文 我看 我跟老街这都很清楚 因为他不可能只一枚铜子 宋代一枚铜子 卖两毛钱 但我就算便宜点 这五十万文 如果纯粹按照文物市场的批发的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两毛钱的价钱 他一个月现在要挣十万 十万人民币 他肯定不止这么多 他一个月肯定要超过这个钱 还有什么呢 他的收入里还包括给仆人们的着装费 就你也有化妆的 对 你得给你们治保安费 保安符啊 是不是 你们的餐费 也在我这公司里头 还有茶钱 酒钱 木柴钱 煤炭钱 马料钱 其实就是汽油费 是吧 还有公务接贷的费用 煤炭钱就是咱们的冬季供暖钱吗 还有公务接贷的费用 是吧 今儿老季来了 我请他吃饭 我自己掏药杯 我疯了 我里头有一部分钱是负责这个 那么所以他每个月的实际收入 远远超出五十 五十万文 你现在算算他有多少钱 如果现在一个童子卖两块钱的话 是多少钱 很大一个数字吧 一百 一百万 咱俩数学都有点磕 没有 我没有 但是王安石过得非常节节 他把这些钱 都送到哪去了 送给谁了呢 而且他还不纳妾 对呀 因为纳妾是一大笔费用 他不纳妾 但是你看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学术研究是吧 通过我念这些数字 我们对于宋代的一个宰相的收入情况 有了如此透彻的良心 他有个亲戚来吃饭 以为四个碟子八个碗呢 反正得美美的搓一顿 我怎么连这个都照着念呢 嗯 我最近 口才上有点问题 这个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 开始嘛 他师父 他就想 上了没有几个菜 就是一两个菜 他以为 这是 头钱开会的菜 对吧 想着后头 大鱼大肉上来 结果后来发现 再没有东西上来了 后来就上来了一些馅儿饼 这个富家公子很不好 他就把馅儿的部分吃了 把饼的部分留下来 他吃了好几个馅儿 把留了好几个饼 这时候奇迹发生了 他的拜拜王安石宰相 就把剩下的饼的部分拿起来就吃了 吃的这个小伙子就坐不住了 就走掉了 走得很远很远 再也没有回来 从此他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例子 加上跟李白的例子相反的 就是这么有钱的一个宰相 他不会想去受 当然了 他不太会想 因为王安石这个人 是全部的精力都铺在了工作上 都在变 对 他一直都在变法 变啊 变的 就变过去了 对 终于任用了一帮自己信任的人 后来这些人把大宋朝给颠覆了 对 所以就从王安石这样一个横切面 一个个案我们就看出 宋代的官员是如此的负数 一个狼官 一个八品官 一个月怎么着 也得有八九千文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 还不包括刚才那类补贴 那么这么说吧 宋代的GDP 是唐代的两倍 为什么呢 宋代的农业科技很发达 宋代的农作物的种植面积 空前的开始拓展 他的规模效应上来了 对不对 而且他用来开支 官员们的工资的费用 占到了什么呢 我记不准了 应该是全部的收入的 大概是六分之五还是多少 是个很大的数字 所以他农官农费农兵 他农什么 他农费其中有 他农官是因为官很多 给的官的工资很高 所以我认为 与明代相比 真的啊 这点 这不是谁做谁做 宋代是一个官奉的收入 非常高的一个网站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历史其实很有趣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现场嘉宾 参与我们的讨论 好了 不说你那个 我也说我这个 刚才咱们讲的那个 我讲这个海瑞啊 是明朝的 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 但是呢 我接着也讲一个 比他稍微富点好点的 稍微好点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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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 这个清朝啊 鉴于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 决定给官员涨工资 大致涨了是就相当于明朝的一辈 一辈就是成二 这样的话呢 后来呢清朝的统治者到这个雍正时期 发现这个还不行 还生活不下去 所以呢 对于一部分有功之臣就开始双米双凤 而且呢又把那火号归功以后 把那个火号就是你正常的该交的银两啊 呃然后那个称称重以后再再加上百分之十到二十 然后充公以后把这个充公以后的钱呢 又平均摊到这个官员的工资里 作为这个呃就算津贴 雍正的改革 对这个雍正雍正皇帝的改革 所以呢经过这个改革以后呢 官员的水准呢 拉拉杂杂加上这些补贴 大概相当于明朝的两倍 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工资 但是呢呃这就讲到了这个刘庸 呃因为就是说当官啊 其实是一个凭良心的职业 你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 像和珅 也可以呢呃 也可以不这样做 也可以像刘庸和他的父亲一样啊 很清廉的做官 然后呢他爸爸刘统勋呢 刘统勋死了刘庸也得奔丧啊 哎结果呢皇上刘统勋死啊 他爸爸怎么死的呢 哎这个他父亲身体不好 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对于乾隆皇帝 帮忙帮他特别重要 所以呢等到这个他父亲的晚年 乾隆皇上就特意批他说呢 你可以上朝乘小轿从东华门 哎但是呢早晨你去的时候 东华门是关着门锁着门的 邦邦邦一敲门 哎呀一开门 小轿抬进去 你可以免下 啊结果那一天呃 这个他75岁啊 公元673年的阴历11月 阳历12月快到冬至节了 哎结果那一天上朝哎 轿子一落落到东华门外 哎 这那边一敲门这边 啪 轿子里栽下一人来 我估计是脑溢血 死了 哎 刘统勋就这么死了 这个你想上朝说死了 皇上又特别重要到他们家去去探视 皇上准备上他们家去 一看那门 我们北京的门呢 你得那几品官有几品的门 他父亲原来当的不是那个一品官 当的挺小的官 所以他那个门楼很小 后来当了一品以后 你得涨了 没改 皇上一看 这这这我的手下大臣说 抬轿说皇上进不去 这进不去怎么办 皇上想 把门楼挑了 把门楼挑了 你们举高着点 你说人家死人了 先给人家拆房 居然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进了家问老太太 问刘庸他妈 哎呀 家里头怎么样啊 挺巧 啊 这刘庸他妈 排出九文大钱 说家里就剩下 就剩下这九文散碎银子 后来还没花 就送给那个谁 孔一几他们家了 皇上不信呢 你 你再 你再穷 我堂堂 大清朝 一品宰相 这不是含着我的吗 你含着我呢 真的只有这几文大钱 搜 真没了 搜 绝地三尺 愣没挖出钱来 皇上当时跟那儿就哭了 哎呦 我朝官员 要都如留统勋一般 他没家留 如统勋一般呢 哎呀 大清朝 何愁不国太民安呢 哎呀 你说这个 这父子啊 两代宰相 都是那么清廉 当然你要说 大清朝的官员 有没有其他的财路呢 工资是明朝的两倍 这仅仅是其一 但是我们说 刘庸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 过上幸福的时光 因为刘庸是大清朝乾隆年间 四大宰 四大书法家之一 卖字 卖字 浓墨宰相 淡墨炭花 这浓墨宰相 说的是 刘庸 刘庸 最牛的是 小凯 手指盖这么大的字 浓墨 这是一个功夫 那个时候 润笔费还是要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刘庸把这些钱都用到了支援当地各地的建设上 所以才有了刘庸 我们说在各地 刘庸可不是死后出名的 刘公案可是刘庸活着的时候 江苏人 刘庸一生啊 两次在江苏当官 刘公案可是刘庸在江苏第二次围官的时候 当地说书人 可能是扬州平话 给编出来的故事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讲刘庸 讲清朝的官 官奉 应该来说呢 比明朝好多了 但是说 做人嘛 当官 有没有挣钱的路呢 也有 但是像和珅 我们也可以贪 像刘庸 我们也可以连 这就是看个人的 自己的水准 当然 不同的水准呢 也可能有不同的结局 和珅啊 这个贪了很多钱 49岁 断子绝孙了 然后那个儿子死了也没孩子 后来是抱养的 现在江湖上说的那些个 他的孩子 有人说是小妾的 也有人说是抱养的 每期节目有一个主题 两位老师根据主题展开辩论 在各自小黑板上写下自己的论点 各自陈数完成后 由周边随机参与的观众进行投票 得票高者即获胜 好吧 我们进行选择 同意那个选李白的请举手 哈哈哈哈 你说 哈哈哈哈 这人就更没劲了 哈哈 哄出去 哄出去 扎